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良安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呃今天呢我们所在位置是中正区的幸福里 那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是 希尔顿的首间亚太的 Tapastry首间酒店 也就是台北时代寓所 Hotel Resonés 台北 那Resonés的意思就是共鸣 为什么是共鸣呢 因为 他们呢 在这里很早很早以前 是张树林跟铁工厂的所在位置 而 那个张树林跟 跟铁工厂 结合起来的产品呢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电影胶卷跟底片的材料 叫做合成树子 晒入落 在17世纪的时候呢 我们大量的外销给日本啊 大量外销到北美啊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大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 然后日本人非常喜欢 所以日本人就取名这边叫信丁 信丁 信就是幸福的信 丁就是西门丁的丁 所以这里才以后 过了这么久以后才叫做幸福里 然后呢 他们找来了 丁丁有名的建筑师 就是姚恩喜先生 来设计这个整个外观 那因为这个过去的历史 新与旧 自然与工业的结合 所以呢 才有现在所看到的这么一切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设计理念 就来自于胶卷盒 胶卷盒有深 有浅 有高有低 有深有凸出来的 有凹进去的 然后整个呢 都是以清水墙跟玻璃 为主要的设计点 那 来我们往前看喔 为什么它用大片的玻璃呢 原因是因为 当时为了要盖这个 当时这个地方就是整个都是张树林 也是一个公园 那他们为了要 呃为了要盖这一栋 这么有意义的 这么有意义的 酒店 所以他们跟政府协调 全部退缩13公尺 这13公尺呢 就把它制作成像花园一样 跟周边的环境 让他 让周边的环境 能够跟当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 就是也就是说 当地的居民也可以使用这个区块 那这就是 我说的就是 共鸣 共鸣的意思就是 呃 我们这边的人 就是住的旅馆的人 能够跟 当地的居民们一起共鸣 产生共鸣 一起互相共鸣 共鸣 共同生活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 R 有没有看到他的Logo 台北时代玉所的R 这个字 这R呢 他们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来设计的 他们是找 有得过德国 红点大脚 IFOPIS 设计师 冯宇 这R代表着 切换 共振跟探索 R就是 resonase resonase 就是共鸣的意思 他就是用重叠的方式 让你有距离感 又没有距离感 让你 让你能够看得到说 他是 他是 他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时间的重叠 时间的交叠交错 也有时间的分开 时间的分割 所以他才用这样子的设计模式 你才会看到现在看到这样子 总而言之呢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电影设计管 大家呢 里面呢 很多都跟摄影有关系 然后也跟这个胶卷盒有关系 然后里面也跟摄影啊 胶卷有关系的 然后 就是 能够慢慢的欣赏这个 这栋建筑物 这栋建筑物 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 非常有现代感 重点是他是简约风格 我认为是一级战的 这就是晚上的样子 晚上呢 就是 就是很清淡的颜色 很 很微弱的灯光 然后 每个房间都是有一个小小的灯 一个闭灯 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长这样 嗯 嗯 现在呢 我们要来到了台北时代浴所了 现在眼前所看到的是 一个 台湾的 这边有跳高八米 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台湾旅美的剧场人 叫孙瑞宏的百叶数位影像 他叫624Fragments 他就是将影片缩影成这个长度 然后全部放在一起 非常漂亮 里面的空间也是非常有设计感 连reception都很有设计感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眼前 这一个很可爱的鸟 对不对 他叫做 Hobbert 就是希望 希望是希望的希望 是望望的望 然后呢 他是一个西班牙的鬼才 设计师达利 然后他叫做 他叫做 嗯 嗯 他 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不忘初心 鼓励大家能够 能够积极乐观面对挑战 很可爱吧 然后在这里就有一个餐厅 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 可以在这里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星巴克 我们可以往里面走看看 不知道里面找什么样子 好吗 星巴克人还长这个样子 人还蛮多的呢 还是这样子咯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二楼 请进 哇 真的是让人家想象不到的 空间设计 尤其 仔细看这个地方 这个细节 每个细节都很到位 他竟然可以发明 从轨道的方式来做这个背板 然后呢 轨道这样 这样的轨道 很像那种Fume的那种 很像Fume的那种轨道 让他远 就是推远推进 推远推进的那个轨道 然后整体空间呢 非常的明亮 因为有很大的窗户 那再来我们来看 洗手间 洗手台 非常的小巧 而且 他非常的 实用 实用又美观 然后又小巧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床 他这边有特别有写 gold green 就意思是说 你在住的期间 他们不会洗床单 原因是他们为了环保的关系 然后再来看 他虽然是一个黄色的灯 但是他只是一个点缀 虽然只是一个点缀 但是 已经做得很好了 很 做到很到位 让人很惊艳 那再来 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可以放行李的地方 他很像禅风的榻榻米 可以让人家感觉到很宁静 再来就是往左边走 我们来看 这边有一个吊灯 这是很有设计感的吊灯 他特别是搭配这个木质的 木质的背板 然后他也贴上了这木质的 这个贴的贴片 然后 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 温馨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 他虽然很小 但是他最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浴缸 尤其是这个玻璃 这玻璃呢 很特别 他是水波纹的 然后你仔细看 他又有黑色的线 这样你看的隐隐约约的 然后里面就是冲凉的地方 冲凉的地方 也同时可以看外面的夜景 泡澡的地方也可以看夜景 然后呢 灯光的部分同样的 他也是用灯袋 他也是用灯袋来取代 用灯袋来取代 这样你不会觉得刺眼 然后还有一个放大镜 这放大镜 可以让你使用 然后 刚刚我们按了一个机关 他是可以把那个 上面的竹帘可以给拉下来 可以拉上去 就是晚上的时候 你怕被人家看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拉下来 然后尽情的泡澡 非常棒 整个空间就是 非常的惊艳 我只能说惊艳了 不惊艳不到不能再惊艳了 因为虽然很小 但是 他频数虽然很小 但是却给我感觉到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那 那如果喜欢我的介绍呢 就欢迎大家分享按赞 按小铃铛 然后分享出去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